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就是工作啊养小孩啊这样顶多就是睡前的时候聊聊天这样 那我每次看到IG在他的粉丝团分享这些跟他老公出去旅游的一些趣事就觉得很羡慕 那我刚刚就有问IG啊 那你们夫妻的感情这么好就是两个人的兴趣都是旅游吗 那去旅游都不会吵架吗 其实他跟我讲说不是这样 就是当你跟你的老公邀请说我们来去旅游的时候 你老公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男人和女人面对旅游这件事情的心情不太一样 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呢想到说我要去旅游 可能心里还蛮兴奋的就会想很期待啊 说啊我要去哪里拍美美的照片啊 我要吃美食啊 然后我要购物啊 女生在下shopping要买什么东西啊 可能会充满这些想象 可是大部分的男人听到 蛤要去旅游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花多少钱 嗯是没错 就是我很花钱 我一开始会有一点沮丧跟羡慕就是这样 嫉妒就是这样 因为我每次啊之前跟我老公聊到出国玩 他说蛤这个要花多少钱 他也是这样回答我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失落啊 就觉得蛤出去玩这个怎么能够用钱来计算呢 这是我们那种这个难忘无价的回忆啊 以前不是有个广告说回忆无价 这样对啊 我是这样想啊 我想说为什么爱妻的老公这么浪漫 会跟他去旅游 我老公怎么就会想到多少钱 原来大家的老公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而且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旅游 其实不见得都要男人负担啊 因为完全都是他负担 其实像我们现在我们是夫妻哦 出去旅游 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是各付各的 就是譬如说呃旅费啊 我们也是自己出自己的部分 嗯对 就是不会说一定要男人负担 第一个我是觉得说 你不要让他觉得负担很大 如果说我自己有呃工作 有赚钱的能力的话 嗯我自己花一点出一点旅费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公平的事情 另外就是说 其实如果他很排斥 花钱去旅游的话呢 我都觉得说每次一想到旅游就觉得啊 好烦哦我一定要花很多钱 你其实可以把带他先去享受 不是那么花钱的旅游 嗯 譬如你可以慎选一些旅游的地点 嗯 也许说东南亚啊比较便宜一点的 嗯或者说像我是常跑日本啊 日本如果你不要购物买太多的话 其实也还好 嗯对 所以你从那些不需要花太多钱的旅游地点开始去让他感受一下旅游是什么 嗯 也许他就会慢慢爱上旅游 哦像你最开始比较不花钱的旅游的选择是什么呢 嗯 嗯其实刚开始都搭顺风车欸 譬如说可能我公司需要我去出差啊 像是那时候有在工作要去北京 嗯 然后我就会延回两天 譬如说工作也许是三天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多待个两三天 嗯 然后等我老公去北京跟我会合 嗯 所以前面是工作 后面呢就是旅游这样子 嗯 然后会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因为因为你去工作的时候可能呃交通费啊 譬如说机票啊是报工账嘛 嗯 然后住宿报工账 嗯 所以就比较省 然后后面算你前面工作结束之后 后面就是还有自己的时间 所以先从这个呃短天数的旅游开始 嗯 嗯 那所以你开始说的说像是去那北京 嗯 大陆的旅游的旅费会比较便宜吗 大陆的旅费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欸 还好 那我们去的话都是自助旅行 嗯 而且其实现在大陆有一些 城市它的物价也蛮高的 嗯 对啊 像我呃前一阵子去了像昆明啊 你会觉得说好像昆明云南那些是不是呃 比较不是属于那么嗯 它比较偏偏远的一些城市是不是比较便宜 其实没有那种那些城市都现在物价都追上台湾 甚至超过 嗯 所以还是要自己上网去研究一下 其实现在上网去看旅游相关的资讯非常多 对啊 那很方便很多部落格啊或是呃当地的一些呃旅游 比如说观光局啊什么的资讯都可以看 而且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是呃出去玩你就要有一种心情就是我们就是两个人很开心出去 嗯 然后呢呃有时候你不见得要去住什么很豪华的地方 你可以节省旅费啊譬如我喜欢去有时候会去住一下民宿啊或什么的 就是你不用每天都住那个五星级饭店嘛 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嗯嗯嗯嗯那你刚刚说旅行应该是快乐的但有没有可能夫妻去旅游反而吵架啊 很多哦这种事情太多了嗯 而且其实我们夫妻刚开始一起去旅游的时候也是常常在吵架的啊 真的啊朝哪一类的呢会朝哪一些点呃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啊呃就是伴侣或是男女朋友你们在结婚之前如果没有同居嗯的话至少要一起去旅游嗯很重要 因为旅游绝对是让你能够认清一个人的好机会嗯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因为旅游你会发现两个人有一些可能价值观的不同嗯嗯 比如说他就是觉得呃吃吃东西很重要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随便吃没关系因为我要把那个钱留下来买东西嗯就是每个人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嗯然后呢或者是说生活习惯不同嗯也许他就是一个呃开着也想要开展小灯睡觉的嗯可是我就不行我就一定要全按啊那这是我是不是要戴个眼罩或什么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是不会变成小事里面的一个呃吵架的点嗯嗯 嗯但是如果你没有同居的经验可是你跟这人去旅游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再怎么样从行程当中呢去互相发现呃对方的生活习惯对方的价值观还有最重要的是个性因为旅游常都会有一些意外嗯那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意外他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呃很好的情绪的调整 继继继接下来的旅程然后他的受挫能力他的应变能力其实好多好多的事情都可以在旅程当中观察出来嗯嗯所以如果说要避免吵架的话因为毕竟已经是夫妻了对对对然后也不可能说那个嗯还是有或许有人会选择说那干脆我们就各自去旅游你们夫妻会选择干脆就各自去旅游吗 嗯有说过企划哈哈哈哈就是行程如果两个人那个安排行程搞不定的话呢我就说啊算了我自己去好了嗯有说过这样的企划可是后来都会自己呃慢慢沟通然后协调找到平衡点嗯但是我有遇过我有一个朋友啊就他还蛮妙的对他们也就是是夫妻分开去的嗯对他们会分他们会分开去旅游这样因为要看的东西不一样或者是说 哦可能女生很爱去看一些日本艺人的演唱会嗯但是男生不爱看那个嗯但是如果你去那边都会一直在看演唱会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觉得很无聊哦所以像这种情况他就说啊算了那干脆我们分开去好了这样子哦也是有可能但是就是说有可能说一起去同一个国家但可能会有几天的行程可以分开走分开也是一种选择对我超喜欢这个其实我一直在推广就是叫分开旅游大家觉得我们夫妻很奇怪哈哈哈哈 只有两个人去旅游为什么还要分开旅游对就是毕竟夫妻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好像也不应该客套如果说是情侣第一次出去出国旅游的话或是朋友可能有时候会互相迁就一下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啦对但是这么多年夫妻也了解彼此的喜好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嗯对那或许在沟通之下也可以接受说呃我们有几天是一起走有些行程一起走那有些行程就可以分开逛对嗯其实也不吃为一个避免吵架的好方式嗯没错嗯 那在那个就是呃旅游的部分还有哪些就是夫妻一起旅游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哎我想到一个就是照相有些人很爱照相但有些人不喜欢照相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女生特别喜欢照相男生不喜欢照相这是比较常见的那除非男生他的本身的兴趣就是摄影嗯对那就还有可能但如果说那男生就是本身就是不喜欢照相像我老公就是属于不喜欢照相的嗯那有时候我到某个地点就说哇难得来这个 应该要跟这个地标照个相嗯然后我老公会觉得说啊有什么好照的他不会帮你照啊哈哈哈他会帮我照但大家知道所谓的男朋友男朋友的视角跟老公的视角是不同一个视角哈哈哈然后老公的视角通常就是说呃只要你人有在画面里都叫做视角哦对所以他可能会把就是你明明要照就像呃比如说你可能到了101嗯那就想说哎那我来跟101照个相吧嗯嗯就没想到照下去只有你的人然后你看不出来那个是101 嗯因为整个印尼都大部分都被切掉了对啊或是去凯旋门就发现凯旋门被切只有左半边哈哈哈哈对啊应该是很多我要讲我的悲惨故事我相信很多老婆一定是这样对不对我讲我的悲惨故事因为我曾经因为我我老公呢帮我照相这件事情然后写了一个那个呃十个男友或老公照相呃十大崩溃事项嗯然后呢还被那个记者看到然后把我弄到了那个新闻网上嗯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嗯但是以前呢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我们第一次去呃呃世博然后那个是世界布兰会在上海那因为我我先生是建筑师嘛嗯然后我跟他去其实我那时候我们之前没有出国旅游就一起出国旅游的的经验嗯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世界布兰会不是有各个各种建筑吗然后就发现他拼命拍拼命拍然后拍的都是呃可能是一个屋檐啊然后可能是一个一个墙壁啊 然后可能是地板的一个地砖啊那种的然后就拍了很多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去三天然后后来到了第三天我终于受不了了我说好歹就是你老婆有跟你一起来你会拍一张有我的在里面的照片啊他就完全拍截止都没有拍到我对啊然后后来他才想到说哦好吧他就开始帮我拍照嗯可是刚才拍的时候也是拍的超烂的就对了有没有那种瞇眼睛的眼睛闭着的他会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可能眼歪嘴斜啊对对对那种因为你在讲话不注意的时候拍或者是说他拍那种景很大譬如要把以后为了要把那个整栋建筑物拍过拍上去对对对然后人就非常的小一粒在里面好像路人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等一下建筑师难道我是你的比例尺吗哈哈哈哈对那就前面真的是好几次都要沟通这样子那一直到后来就慢慢他现在比较会帮我拍了 嗯对你就是要跟他讲说我后来都是先取好景然后告诉他我要站哪里那你帮我拍一张嗯所以其实是可以沟通的对啊对嗯还遇过比较常见的你们还吵过在旅行中吵过哪些假呢哦太多了要一一讲出来哈哈哈你可以听听看让我那个就是收音机旁边的一些听众可以有点收获的嗯OK嗯我们吵过的假其实我刚才有讲讲到说就是旅游当中我们要看看 两个人的对于环境的应变能力或是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啊对对因为有时候你当你发现一个意外的时候对方会非常非常生气嗯那因为本人是比较迷糊的那种人对所以我经常就是可能在旅游的过程中呢就会掉东掉东西嗯例如呢我有几次譬如说我去日本旅游啊买那个交通卡然后就除支好了 除支好了那个交通卡然后一毛钱都没有花到就在新干线上掉了就不见了就就已经买好的卡就一块钱都没有没有用到除支的钱都还在里面然后就不见了这样子然后刚开始呢对于这种行为呢我老公会很生气嗯他说你就就是很浪费钱嗯对那后来有一年我到了呃就是到北海道旅游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也是买了一日券那种交通呃可以坐公车啊可以坐电车的那种然后也是一块钱都没有用到嗯就不见了就遗失在雪地里这样子嗯对那后来我发现呢其实我有慢慢在改变他因为最后一天呢呃因为我们后来又去补补买了一些就是交通券这样子最后一天呢他在那个韩馆的市区里面就望着这个满地的雪这样子雪花 然后跟我想了一句说韩馆市民感谢你的贡献这样子嗯嗯我觉得发现他很可爱他开始调整他的心态了嗯他知道旅游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觉得呃挫折不快乐的事情嗯或是意外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很快的转变我们的心情嗯然后赶快往下一站再走下去这样哦对其实真的调整心态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嗯我上次也是有看过就是一对情侣吵架 嗯就是我去坐高铁的时候嗯然后那个高铁啊就是车子到了但他们可能因为那个时间抓得太紧嗯所以在高铁的那个门关上的那一瞬间然后一对情侣就冲着要冲进去嗯然后结果就是你知道在那一秒钟就是靠的就是你的直觉到底是要冲还是要停要停就像你那个捷运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捷运不一样啊因为捷运反正你坐下一班就好了对可是高铁你这班不搭上你的票就浪费了嗯除非你买的是自由座对对那如果你买的是那个班次的对号 嗯嗯那你没有坐上那班车对对那票就浪费了对对那我就看到一对情侣冲过来然后要要要要上车在关的那一瞬间呢就是他们两个默契你知道这两个人就是你有遇过如果两个要一起到底一两个人是要冲进去还是不要冲就考验着两个人默契就最后好像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女生要冲进去然后男生觉得不要冲危险嗯然后那女生要冲进去那一瞬间的男生就拉住了他的手嗯说不要嗯结果后来他们就没有坐上那班车哇然后那个高铁 高铁这样开走的时候呢嗯两个群群就开始吵架了嗯嗯就是那女生就说我就觉得可以进去你是在在什么呃对就是要阻止我这样子对呀是可以的可以的然后男生就说危险然后两个都在那边吵然后我就站在旁边因为我不是搭那一班的嗯对我是搭下一班的然后我就看他们两个小群群为了就应该看得出来是他们等一下是要去旅游这样嗯因为那个穿着感觉像要去旅游嗯然后结果两个都这样子在现场就这样吵了起来嗯好惨那一个旅游的开头就吵架后面就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啊对啊其实我们也有遇过就是像刚才律师那样讲的哦就是呃我们是我们属于默契不好的那种就是一个人上车另外一个还没有嗯就是分散就是在旅程当中的失散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嗯然后就是他我看到他那时候好像也是在大陆吧应该好像是在上海我看到他搭上车了然后我没有我来不及不好意思腿比较短所以我来不及上去然后门就关起来然后一瞬间我看他的那个 表情是很紧张很紧张的然后但是而且那时候呢我们还没有什么WiFi行动WiFi还没有电话也没有开那个什么国际国际那个漫游嗯然后那时候第一个想法说哇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就是完全是心灵相通你知道吗嗯心电感应式的我们就想说好我自己想着说那我就是到下一下一个定点跟他会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下一站去哪里了嗯嗯所以他就在下个地点等我然后我就去下个地点就看到他这样 嗯看到那一瞬间觉得很感动就抱着他哭这样失散在重逢这样没有哭啦可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当门关上起的那一叉那他的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嗯我说你看到你老婆没上车你感觉是什么他说我第一个感觉是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哈哈哈哈就很可爱可是那时候你就发现说哇这个男人是很爱我的嗯嗯就是会担心你对啊会担心我然后我也有看过就是不是在坐电车 可能就是我们去逛逛街的时候然后因为他在里面试穿衣服然后我一直在店里面等他然后他试穿衣服完了以后没有在店里面看到我他就出去了然后我其实我还在店里面只是我在某个角落里面嗯然后他就一直找不到我就在那条街上一直走一走都找不到我啊其实我就在店里面而已哦嗯然后等到我出来的时候他刚好走回来真的我一瞬间看他的眼光是红的就是 我就觉得说他他觉得他老婆不见了应该是沙子跑进眼睛之类的吧然后他真的有来抱我然后我想说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在店里面啊我没有走私啊你真是个善良的老婆如果看到我如果看到我老公眼睛泛红我应该会想到说哎沙子跑进他眼睛哈哈哈哈哈哈对不过去这还是很多啦只是像呃如果说我觉得夫妻其实真的就是有机会还是要规划单独去旅行对我最近就是有个感觉 像我跟我先生呃结婚到现在差不多十年左右嗯嗯然后呃认识也将近快要二十年了嗯对那其实你真的回头想因为我们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在一任一交往的时候我们一起跑去做生意嗯然后做的又是餐饮业的生意嗯所以那个餐饮业几乎都是没有假日的啊所以在呃一直到生小孩他考上律师之前我们都在餐饮业里嗯所以我们真的都没有出去玩哎没有一直单独出去旅游 然后后来反而是呃在还没有在一起之前大家一群同学还曾经因为都是同学就同学一起出去旅游过然后后来生了小孩之后就更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一结婚就生了小孩嗯对啊然后也一直这样就是过来了所以真的没有跟他单独嗯出去旅游的比较少嗯对啊那我觉得夫妻之间其实蛮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最近刚好跟一位智商心理师聊到就是哎有时候夫妻之间会觉得好像怎么事情怎么勾都不会通嗯对然后后来 呃这个智商心理师跟我讲说其实你应该要知道一些夫妻独处的时间而且是要优质独处的时间不是那种呃晚上大家都很累很疲劳然后谈起事情就吵架的那种感觉嗯嗯嗯那我觉得旅游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你出去旅游的话心情会比较放轻松对然后而且呃早上起来的话精神也比较好也不会说每天两个人都下班了或是跟小孩在一起啊然后有很多事情很烦恼很累要帮忙处理然后这个时候再去沟通的话 当然就沟通的效果就不会好嗯没错啊嗯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呃旅游里面的一些美食啊美景啊是很助兴的那我们来来那个待会广告过后来请那个爱妻来跟大家分享哪些美食跟美景会助兴呢我们广告时候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律师娘林静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两性 作家爱妻那爱妻呢跟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旅游与爱情爱情与旅游刚刚呢我们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跟爱妻聊到如果夫妻一起去旅游的话呢会遇到哪些挫折跟困难会吵哪哪些架当吵架的时候该怎么样沟通那呃爱妻有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跟他的先生出去旅游的经验那刚刚呢他就聊到一个啊很不错让你心跳加速的点啦他说呢在旅游当中有一些美食 跟美景是相当助兴的哦我先请问你嗯是哪个姓啊高兴的姓哈哈哈那你真的害我白高兴一场哈哈哈我以为是性别的姓耶结果是高兴的姓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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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那旅游有哪些美食美景会助我们高兴的呢这是早上的节目啊所以早上就是高兴的姓 没关系我们的会我们的小我们的那个呃听众的来来听众的话可能会自动耳朵消音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呢一聊一下哪一些美食美景是会助兴的呢好其实呢说美食美景会助兴我两个都讲好了好吧就是一一次让你拥有好好好高兴一种交面两种享受 首先就是高兴的性的话其实我觉得呃如果你是喜欢吃美食的话像像我呢我都会去除了查询当地什么东西有名之外然后我我因为我们自助旅游嘛其实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比如说我去日本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要去日本那我是去上部落格查哪些部落客吃过什么东西啊什么餐厅啊但是呢我我也会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一定会保留一两餐是完全不做功课嗯然后到了当地用一种探险的心态嗯然后你就去看哪一间好像当地的日本人很多然后manual那个菜摊都是日文都没有英文也没有中文的嗯我们就去床看看这样子嗯然后就发现那个是一个很快乐的经验这样子 就是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说哎真的是有融入当地的文化因为你听到就不会有很多观光客嗯嗯就是当地这样然后你因为你那种心情是就觉得哎很兴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一个助性的一个方法而且你会觉得你在探险甚至你菜单上面看不懂也没关系嗯你如果不懂日文你就点看看啊然后除非你很挑食啊很多东西又不吃可是像我们就我不懂没关系我点看来就知道什么嗯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啊 那你要你的伴侣是可以接受这种嗯嗯意外的惊喜啊他不会嫌弃你说啊你都看不懂怎么点来的全部都汤这样子嗯我点了五道汤这样子哎有有有有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呃第一次去日本还不懂日文然后就看那个menu也是这样想说就是随便点因为他也是只有只有那个评价名片价名没有图片嘛就居然点了一堆就是白米饭卖饭跟都全部点饭全部都是饭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一个助性的方法其实你不用每一件事情都安排的非常非常好嗯那反而是有一些意外的东西哎会让你觉得很惊喜要不是我有迷比如说我迷路我可能走到这条路可是我刚好肚子了我就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出来超好吃的嗯对而且好像台湾好像都没有了就是没有什么部落客写过变成你自己发掘了一个隐藏版的美食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棒嗯那另外一个讲那个助性的部分啊嗯 住那个晚上的心好不好其实呢呃我们是因为我和我老公都喜欢喝酒嗯呃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喝到醉喝到忙的那种嗯我们就是喜欢呃比如一样我举例日本因为我比较常去日本而且我相信听众都对日本很熟悉啊嗯我们都会去买那种去超市去买那种当地限定嗯因为我觉得日本人很会很会做行销啊他都会写说呃比如这什么富士山什么限定或者什么秋季限定 什么就一堆那种啤酒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去买然后就每一餐就会去买买酒这样嗯那我觉得呃喝一点酒啊其实会可以帮助我们在心情上面放轻松嗯对然后我甚至如果假设我今天是住在外面嗯就比如说不是住饭店是住民宿然后有地方可以让你烹煮食物的话嗯我还会去超市买菜哦真的对然后我去超市买菜 然后买酒然后晚上会煮一餐嗯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就是我在日本的house就我在日本的家这种感觉对其实感觉蛮好的嗯哦好提醒大家那现在提醒大家那个喝酒呢就是适量就好嗯而且呃酒后就是如果你要乱姓你就在家里就这样不要开车出门你房间里面不可以开车出门哦酒后不开车这样子嗯对这个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一样的哦对对对 嗯好那除了喝酒之外还有其他哪些有趣的住性的事情呢呃还有住性的事情我觉得呃像是泡温泉啊啊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个就很棒如果你去的地方可以泡温泉的话那也是让人很放松嗯对然后呃就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泡温泉是让你身体很暖和嗯对你的身体很暖和的话 你就会然后又放松然后又又洗完澡很干净然后就觉得嗯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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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晚上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嗯好好好这个部分应该就没有警语了对不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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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结婚多年的人去讲话都比较open一点OKOK好所以其实除了那个夫妻出去旅游当然也有可能情侣会出去旅游啦嗯你觉得夫妻出去旅游跟情侣出去旅游会不会有什么差别啊感觉上 有啊当然有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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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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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就是我们共同的 我们家会有一笔旅游基金 就是存在一个共同的户头 然后我们会用那个钱 就是有时候会支付一些旅游的费用 除了自己买东西可能各付各的之外 我们还有旅游基金这样子 然后一年不能花超过多少钱 那如果你今年没出去两个都很忙 那就是挪到明年再用 对我们会有这样子的 你最近跟先生一次出去旅游是去哪里啊 我最近跟他出去旅游 最近好像都是自己去 都是带我的家人 自己去也是 是家族旅游 都是带我的家人去这样子 会在结婚之后还一个人去 会在结婚之后还一个人出去旅游吗 一个人哦 也没有跟家族 也不是跟朋友这样 我其实都一直很想要一个人出去旅游 可是都没有机会 因为大家都怕我会丢掉 这个以我对你的了解是有可能的 我这些方向感很差的 对你每次来我家都走不出去 都走到厨房就对 然后回家都走到厨房 好像就是不想要离开我家的样子 做菜给我吃吗 还是你要找谁 所以目前就是还没有在结婚当 结婚之后一个人出去旅游的经验 都是有工作啦 就是有工作 我曾经有一次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然后去欧洲 然后因为我提早到 因为他们是到那个欧洲 到法国 就是巴黎那边会合 然后所以我 第一天我在巴黎 我是一个人 然后最后一天 我们的行程走到了米兰 我也是一个人 就是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一半啦 也算是一个人 因为我出去的时候 转机啊搭机什么都是我一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 那个真的算我第一次出国旅游 然后而且我觉得我真的很弱 因为我第一次出国旅游 自己一个人出国旅游 在桃园机场 然后我老公送我走 他看着我的背影 就是通关进去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 是你的眼泪掉下来 那你那时候掉的眼泪是为哪装呢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会怕 是担心那个陌生感 就是我怕我自己这样出得去 能不能平安回来 对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的 对但是很重要 因为当你走过这一次 你就发现说 其实没什么好怕的 对其实我觉得 旅游最重要的 那说一个人出国旅游什么的 好像很厉害什么的 其实旅游最重要 我觉得不是语言能力 不是语言能力 并不是女人 也不是方向感 是手机要有WiFi 也不是 我感觉是这样 我上次出国的时候 我就是在台湾计划了一堆 要去的地方要吃的东西 但是后来呢 你到了现场可能就会因为 譬如说你因为很累 所以你该走的行程 你就没有走完 或者是因为没有计划好 没有算到他那个地方 可能刚好今天修馆 你就临时改变行程 那你会遇到说同伴 同伴会说 我今天就是不想要 突然不想要去了这样 可以不要去吗等等 其实旅游中会有很多变化的 对 那如果说为了因应这些变化 有时候就会临时变更 你的行程跟计划 那之后 这时候其实如果你带了手机 然后上网去查一些 附近有什么样的景点 比如说今天可能下雨了 所以某个地方就不能去的 你就找一个附近的博物馆去逛 然后再找一个附近的美食去吃 对那这时候用手机搜寻一下 又有很多就是部落客的 部落客的评价的话 其实就蛮好用的 所以我就觉得 手机WiFi当然很重要啦 但是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要 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勇敢的心 我觉得你要有勇气 对就是你要有跨出去 国门的勇气 像我刚才就是 我可能一个人出去 我有那个勇气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律师娘讲到的 当你在当地发生了 任何状况的时候 你有没有勇气去 为自己解决那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 其实你只要有一个勇气 勇敢的心 你真的不用怕你的语言不会 你放下感不好什么 你总是能够出去 也总是能够回家 还好应该到目前为止 你都是勇敢 有回家的 所以今天才会在那边看到你 我有回家 我那个身上被植入金片了 好我们先进一段 搞不好带回来 我们再看爱基 可以关于旅游与爱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 待会回来哦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律师娘林静如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 两性作家爱基 爱基呢 今天跟我们聊的是旅游与爱情 那我们刚刚听到爱基 聊到他跟先生之间一些旅游的 有趣的状况 但旅游可能不是永远都是美好的 可以照你的计划走的 有时候他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 那这时候就考验夫妻之间的默契 来请爱基聊聊看好了 你曾经在旅游中跟先生发生一些 什么样的意外 你们有怎么化解的呢 我们有发生过一个意外 其实我当时我也觉得很害怕 就是身上钱不够 现金不够 蛮大的意外 这时候是不是到街头去卖艺呢 对对 我那时候还在我的Facebook上面写说 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在街头卖艺 但那个时候是因为 因为我们家其实出去旅游是有分工的 我负责订那个饭店 负责订饭店和机票 然后呢他会安排行程 然后还要安排他要吃什么 我们家是有分工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有趣 当你尤其是自助旅行啊 当你在计划旅行的那个时间 你就有一个对旅游期待的心情就开始了 对这是跟团体旅游比较不同的地方 对那那次的意外呢 就是我在网路上订了温泉旅馆 大家知道说其实日本有些温泉旅馆呢 它是只收现金的 然后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到了当地我们去那个日光 就是那时候是赏风泡温泉 对泡汤啊去赏风 去日光住了三天两夜 然后一到旅馆呢 他们是那很比较老的那种旅馆 而且真的很多温泉旅馆是 就是只收现金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收钱 然后还好我身上的钱还够付 可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三天的旅程 对所以那时候呢 就发现我钱付掉 我身上只有一点点钱而已 对然后我老公就非常的恐慌啊 而且他开始有点不耐烦 有点生气 他其实有点生气 他说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两个泰车里没有钱 要怎么要活下去 然后他就发现 他好像没有泡汤的心情 我说好啦你去泡汤啊 我等一下这事情我会解决的 然后我就赶快 真的是刚才律师娘讲 WiFi太重要了 是不是 赶快拿出来Google啊 说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啊 对就是你没有 没有说不要说什么国际提款 还是什么的话 你要去当地要怎么样台币哦 而且我没有美金哦 我只有台币耶 台币怎么换日币呢 对然后就赶快去查 然后发现说 其实在譬如说我可能行程 可以行经薪速 因为我们接下来那个点是富士山 所以还要坐满久的车 那路就会去找那个路途 哪里可以换钱 就发现可以去薪速停留一下 然后去那边的银行呢 有台币可以换美金 那或是有一些什么 他们比较好像叫什么大黑物 还什么忘记 反正就有一些店可以换这样子 然后我就 就查好了以后心比较安了啦 至少可以换钱 两不两个人正在街头卖艺的 而且我觉得我可以卖艺 我老公可能不行 他可能要在日本帮人家盖栋房子 才能回家 所以我就想说 好那我们就找到了一个解决 解套的方式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还好 就是没有流浪在日本回不来 所以听起来你们好像是比较常去日本旅游 我们比较常去 可是刚开始是因为 他刚开始不喜欢去 他觉得日本有什么好玩 不是跟台湾一样吗 感觉啦 就是说觉得他觉得 就是比较亚洲的国家 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对那因为我自己 就是我以前 就是我会日文啊 所以我曾经就是带他 然后带我的家人去日本玩过一次 然后我就发现说 其实因为要投其所好嘛 他喜欢建筑 但是日本有一些很 很 比如说安藤忠雄啊 就是就是你有一些 很大师级的建筑这样子 然后一东风雄 然后去看看 然后他就发现说 他在日本有一些 他期待他喜欢的东西 对 然后我就会去把那些东西 安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 对 然后就很有趣 但是有时候 我刚才讲说 就是说其实 不是每一趟旅程 都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们曾经也有过呢 要去赏荫 那你知道荫花的花期很短 可能盛开就做一个礼拜 然后尤其每年都会因为 天气不同而有所变动这样子 那当然出去之前也是要查 可是问题是你又不能等到查到 快要开花了 你才买机票什么 其实有时候来不及 所以你每年要去赏荫都有一种 带着猜测 占卜的心态 觉得说可能是哪一周哦 我们要去这样 那有一年就猜错了 对 然后去了东京以后发现 就是只能观落荫啊 为什么 樱花都落在地上 吓我一跳 这个叫观落荫 对 就只能观落荫 奇怪 樱花就掉光光 要看什么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很失望 然后呢 可是我又觉得说 我就不死心 我说那东京不能看 东京近郊有没有什么地方 也许因为天后不一样 有机会看到呢 对 那刚好我的老公 他要去看一个建筑 比较偏远 偏东京的近郊 我就说好吧 那我们去好了 然后我们就去 去了以后呢 进来那时候是四月天 进来下雪 那东京已经很少 其实很少四月会下雪的 那因为他也从来没看过雪 然后他就很兴奋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说那我们中途看看 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去逛逛的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 叫做昭和国际公园吧 是个很大 占地很广的一个公园 那是在东京近郊 然后就第一次看到了 我们不只看到樱花 还看到樱花雪 就是雪花飘在樱花上面的美景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我从来不晓得我这一趟行程 我只能观落荫而已吗 没想到我不是观落荫 而且我还看到百年 就是很少难得一见的樱花雪 然后我就说哇好棒哦 就是有时候呢 你就是有一些意外 可是你可以去想 那我可以 也许可以转个方向 或是转个行程 或是转换心情也好 当你的心情转换了 也许事情就会变好 对其实还是夫妻之间 我觉得旅游 在旅游过程中 不管是发生意外啦 或是在沟通啦 或是在计划啦 这些当中其实 心态的调整都是非常重要的啦 因为我觉得夫妻之间的关系 其实蛮特别的 已经不像情侣了 毕竟结婚很多年了 你可能不会跟对方客套 然后你可能对对方 会有比较多的期待 譬如说可能在情侣的阶段 在旅游的时候 可能譬如女生就会希望说 男生多给他一些惊喜 对啊 然后会希望男生多困化一些 但是到夫妻的阶段的话 可能两个人就必须要 比较像伙伴 对 你不能期待就是对方要 猜到你心中想什么 不能期待说 对方在旅游当中 可以给你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啦 然后也不能期待说 一定是对方帮你出钱啦 等等 对啊 就是开始要有一些伙伴的观念 然后大家呢 一起努力 像让这个旅游呢 可以有一个快乐的回忆 其实说 偶尔当然男生可能有的 比较不喜欢拍照啦 但是其实整个旅游当中 如果你有拍几张照 留下纪念的话 未来大家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 再回去看那时候的照片 可能也是可以想到说 你们在旅游当中 可能曾经发生过 哪一些意外啊 其实对夫妻之间 都是在感情上的铺层 都是蛮有帮助的 对啊 其实我在演讲 关于这个旅游与爱情的主题啊 都会用这个开场白 我会跟大家说呢 其实结婚与否 其实对我来讲 那它不是一个人生 就是很重要 一定要做的事情 它只是一个人生的 一个选项 但是呢 其实我想要找到一个 人生的旅伴 然后陪我一起看遍 世界的风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浪漫的事情 那如果你可以找到 这个伴的话 那就有一个人 可以陪你看世界的风景 然后可以陪你度过 人生里面的所有喜怒哀了 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真的真的 因为其实很多夫妻 如果大概在我们这个 年龄这个阶段 我们我现在40岁左右嘛 那爱妻大概小我个 五岁十岁 十八 你看她长得很可爱 对然后 其实好像都是在人生的一个 努力拼经济的阶段 像这个时候 我先生也是非常的忙 然后每天都在烦恼说 这个月的账单 要拉多少case来缴纳 其实可以看到 每天都这样子 被 就是好像很头痛啊 然后脑袋抱着烧 这样在烦恼家里的经济 那有时候其实还是可以 找一些时间 有一点点放空的时间 然后做一个规划 然后让自己的 其实你如果说 已经做好规划 然后讲好说 那个时候出去 你在之前就有办法 做好一些妥善的安排 那真的还是有机会是出国的 然后或者是 你就算不去出国 你去一些 台湾也可以啊 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很好玩 旅游不一定要出国 也是可以去一些 看花莲啊 台东啊 都有一些很美的地方 好谢谢爱鸡今天来到这边 跟大家分享旅游与爱情 回去呢 就跟大家老公说 虽然旅游花钱 但没关系 就是我们来花少少的钱 也有机会出国 对 而且你会得到一些 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嗯 好 然后还要记得 要开WiFi 一定要带WiFi 好 谢谢爱鸡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